我身后就是李宁的专卖 就是杭州这边 夏沙奥特莱斯李宁的店 里边装修的很不错 我还没进去看 主要是看看它什么价格 看看它比像耐克或者阿迪是贵还是便宜 听很多人说 耐克和阿迪说底部之后 李宁的价格上涨了 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李宁的价格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我也没去看过 也没买过他的产品 你包括耐克也没买过产品 这以前的时候就买过阿迪的 三叶炒的其他还没买过 我们等一下去看看 看看价格贵不贵 这是李宁的大门口 看了里边人还是挺多的 全场特惠低价出清清仓吗 两件9折三件8折 折扣打的并不高 我们看看它外面几款样衣的设计款式 鞋子感觉产自于福建 中国里面 这是防晒衣 这衣服设计蛮霸气的 直接写到中国 通红的 我就喜欢红的 币鞋 你看看店面 每边大字 这个角度能把自己拍成小端腿 它是断马清仓的 断马的 这个是 我看一下大字的价格 没有必要 不贵 200 还行 这是零马折扣区 最便宜的 这边全是特价区 就四折起的 繁武上面都印着中国的汉字 面料吗 我只能说 你们自己过来看 这边粉的蛮好看的 粉紫色 8折 这是棉T恤 我们看看这个棉T恤什么价格 8折什么价 135 还可以 我觉得 价格也没有说 特别的高 但是一个100多块钱的T恤 纯棉的T恤 买不买是自己的选择 对吧 赏的又哑了 我去这鞋1399 这鞋1399网面了 就会看到李宁的鞋了 不是皮的 是网的 这鞋子我是觉得 没有优势 个人认为 这鞋899 这是888还是899 899 就是个网面了 是冬天穿的 大压是909 奥特这边卖东西是最便宜的了 在那种普通的店的话 实体店的话肯定比较贵 这是皮的吗 这个还可以 这是皮的 也有便宜的款的鞋子 119 我看这个 这个不是皮的 是皮的吗 是皮的 这边有性价比高的 就这么几双 然后就是这种网鞋 650 这鞋650 跟椰子鞋差不多 对我来说它是椰子鞋 因为底特别清 像泡沫一样清的那种 之前我们不是也卖过这种 这个也是普通的椰子鞋 539 滴滴道道的椰子鞋 特价鞋就这几个 是皮的 然后其他的鞋子都是999 都600以上的 这鞋卖999 都是网面的 看着样子 这底 你自己看 我啥也不说 我不懂 这个还999 都是网和布拼接的 这也999 下面全999 都是网面 中街的那种 看看这一星399了 着重的看一下 下面带这个小啾啾的 你看 防滑 我觉得适合户外登山 他这小啾啾 对我挺喜欢鞋底是这样子的 就带这个东西特别防滑 很有抓力的 登山户外什么都行 它是个网面的 这个摸起来怎么像泡沫 你看 好像外面一层浇包的泡沫了 就那种感觉 我不会说 我当然我不知道它什么材质了 这鞋399 女鞋还是 这款女的 女设的小外套 307 价格还是 衣服价格可以 这鞋子贵 这排头400多 这是500多的 这应该不是今天新款 鞋子跟耐克比 它可没有优势的 还贵一些 这就是600块钱的鞋子 下面这个 700就是这个鞋子 就是这个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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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已经打了7折了 还是说这1199还能打7折 这鞋子 看这小帆布鞋 330有的小帆布鞋 朋友们这刚从里面变出来 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掌握到这一个规律 饭食运动品牌 基本上都会集中在一起 也比如说 耐克 阿迪 林宁 安踏 好了 咱们走了 我第一个箱子逛街 我容易吗 我带了行李箱 走遍了整个奥特莱斯 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哪有鞋子皮箱去逛街的 一进了门次后立马上交点 再说咱还动不动 拍点东西 脸皮练的可厚了 人处门在外 得有不要脸的精神 不然没有收获 我们是自食国货的 也希望我们国内的厂家 把这些鞋做的质量更好一些 最好是超越他们其他地方的品牌 别管是代加工的也好 还是怎么也好 我希望从材质 款式 设计方面都超越他们 对不对 这才可以很自豪很有底气的 该说什么说什么的 我又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你让我说点虚远的话 我还不会说 所以有些事情你们自己看 你们也可以自己到店里看 自己去掂量 我啥都不说 哈哈哈